一我嫁给赫承舟半年后 他的白月光回来了 他纵容他撕我新衣 回我生育 我看着赫承舟红了眼 曾几何时 我是他心肩上的宝贝 他给我记家书 找来奇珍一宝赠予我 如今却与别人露骨缠绵 还要掐着我的脖子说 你怎么不去死 我心死如灰 赫承舟该死的是你 我嫁给赫承舟不过短短半年 他的白月光便赶来投奔 据说楚若宇 被一个富甲一方的商人给修了 原因是不洁身自厚 最后只能落得一个 近身出户的下场 然而赫承舟却二话不说 立刻在府里 给他蹬了间屋子 就连里面摆放着我的架状 都被静手收拾了出来 赫承舟在时 楚若宇低头怯怯的保证 以后我一定会和妹妹和平共处 绝对万事都听妹妹的 赫承舟走后 她便挺胸打量我 没想到 阿周竟然照着我的模样 找了个替身 不过妹妹的眼睛长得太势力 比不上我的动人 我笑了 楚若宇确实和我长得有七分香 尤其是那双眼睛 只不过她的圆溜线 而我的狭长 自小我的母后便说 我的眸光太风凛了 要收敛一些 我想到与赫承舟出见 她盯着我的脸 喃喃地叫了声小雨 原来是这样 楚若与人如其名 长得楚楚可言 但形势诡诀 她不知从何来的底气 绕着我走了一圈 上上下下地扫视我 虽然你的眼睛 长得不如我漂亮 但锦衣玉石地仰着 也还算看得过去 不过以后 这些就不一定是你的了 我勾唇 讥讽地看着她 你什么意思 楚若宇不甘示弱 她揪住我的衣袖 暗暗地用力 妹妹 你身上这件衣服真滑丽 不过只要我回来了 阿周的眼里 从此便不会再有你 就算你再怎么打扮 也比不上我分毫 我垂眸腻着她 这些话 你让贺成舟 亲自来和我说 楚若宇顿时有些恼羞成怒 猛地站在我面前 阻止我往前走 却猝不及防地 将我的仇衣扯开 我的肩膀瞬间暴露在外 四周的小丝 各个低下头 我是大梁的公主 从小娇怪 何曾受过这样的气 于是 甩一手便是一巴掌 楚若宇被打倒在地 反应迟钝地捂着脸 我和她冷冷地对视 这时 花俏从旁边紧张地 拿来一件肠袍 劈到我身上 公主 小心着凉 楚若宇立刻回了神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竟然是公主 我俯视着她 嗓音像脆了冰 你知道 你扯坏的这件衣服 有多贵重吗 这是我母后 送给我的生辰 价值连城 要点赔偿不过分吧 在楚若宇颤抖的视线 我吩咐旁边的小丝 脱下去 打二十大板 楚若宇一听 猛地抓住我的裙摆 声音慌乱地说 你要是敢打我 等阿州回来 一定会跟你算账的 你不能打我 我冷眼旁观 那是我与贺城州之间的事 不劳你费心 二叶木低垂时 贺城州回来了 他大不留心地 走进我的屋子 我正好做完了一款粉香 于是便献保湿地 捧给他看 夫君 你看 这是我今天新调出来的香 你不是最近头疼 晚上点了这个 就能睡好觉了 却没想到 贺城州只皱着眉头扫了一眼 他有些不耐烦地问我 你今天打了小雨 我一正 怎么了 贺城州的眉头皱得更紧 脸色也不好 他千辛万苦赶路来找我 你不仅不让他好好休息 反而为了一件俗不可耐的衣服 就打他 你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香辉叔弟从我手里落下 我后退一步 有些不可理喻地 看着眼前的男人 贺城州 你就是这样 看待我母后送来的生辰里 那件衣服耗时多久 用料有多惊喜 你难道不知道 全天下仅此一件的宝贝 除落与撕毁了 难道不该受罚 贺城州不认同地看着我 温怜 你怎么变得这么咄咄逼人 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 你想要 我再让人给你做就好了 我咄咄逼人 那你现在是不是太胳膊肘朝外馆了 贺城州想也不想地开口 小雨不是外人 我愣了 你什么意思 贺城州有些不自在地一开视线 我打算让小雨在府里住下 一直 一直 我感到荒唐地笑了 凭什么 因为她是你的老相好 温怜 贺城州喝住我 你说话有点纷纷 我沉默地看着贺城州 一时之间 对她无端的指责 感到荒谬 然而贺城州却转身 临走之前看了一眼 我摆在桌子上 琳琅满目地相辉 她脸色僵了一顺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做这些东西了 没准我最近头疼 就是闻多了这些乱七八糟的 门被她轰然关上 我终于长长地缓了一口气 撑着桌子坐下 刚刚的香辉 还估计地散落在地 我扭头看了一眼 桌子上的香辉 以及香炉里燃起的 鸟鸟埋烟 只觉得寒心 当初贺城州睡眠不好 我就是用自制的香辉 治好了她 她那时抱着我 请问我 说我做的香辉 是天下第一好闻的 如今却弃之如碧鱼 可笑 花桥从屋外走来 公主 要不要我找人教训一下 楚洛宇 我无力地摆了摆手 不必了 你把这些心智的香辉 都替我送给顾员 花桥 这 全都送去吗 不给将军留一点 我冷哼 他说这些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今是半点都瞧不上了 可怜成不要 有的是人抢着药 楚洛宇在府里 一住就是大半个月 说来好笑 自从他住进来之后 贺成州竟然不来我的屋子里来 总是深夜还坐在书房 而楚洛宇总是陪在一边 我查府里的账本 发现这十几天的开销 比往常的两三个月还要多 再仔细一番 贺成州竟然从外面给楚洛宇 买了不少胭脂水粉 还有金玉首饰 往常 他从未给我买的这么细致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总觉得 好像是在看贺成州那颗 已经偏移的心 三因为这账本的开销 我决定去问一问贺成州 结果还没进书房 就听到了楚洛宇的笑声 清脆地从里面传来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我平心静气地出现 楚洛宇的笑声戛然而止 贺成州嘴角依然仰着 说话带笑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我暗暗地咬牙 还是扯出一个笑脸 今天看了一下府里的账本 你最近的开销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有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还是不要买了吧 楚洛宇脸上的血色顿时退进 低着头 阿周 都说了 让你不要给我买那么多首饰 你偏要买 贺成州也是一阵 嘴角的笑意终于压了下去 他不悦地扫了我眼 本来我这几天 也准备找个机会 和你说一下这件事 既然你正好来了 那你就把账本交给小宇来管理吧 以后这些事 也不用你费心了 什么 我有些恍惚地看着他 贺成州不耐烦地随口解释 小宇学过猪蒜 以前也替我管过账 在这方面做得比你好些 更何况 你堂堂一个公主 不是不习惯 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吗 以后都交给小宇就行了 贺成州说得太理所当然 让我一时竟然忘了反驳 视线下移 我的目光突然落在他腰间的一个鸳鸯荷包上 那不是我送的 恰逢此时 楚洛宇向我看来 他背对着贺成州 对我露出了一个得逞 寝不屑的目光 就仿佛在说 看吧 你不过是个替身而已 我走进了贺成州两步 伸手扯下了那个荷包 这个是哪来的 我光明正大地问他 贺成州的脸色终于有些不对劲 他想要拿回去 我却猛地扔到地上 拿脚狠狠地踩住 贺成州当即变了脸 何斥我 温廉 我抬头 贺成州 你是我的夫君 怎么能挂别人送的鸳鸯荷包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还是说 你不想过下去了 贺成州终于无话可说 只是你没看着我 我冷冷地扫过楚洛宇 还有 账本的事 就算不是我管 也轮不到他 这是我们将军府的私事 他凭什么插手 我就算交给花俏 也不会拱手让人 楚洛宇的毛子颤了颤 又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看着就叫人烦躁 自从账本一事过去之后 楚洛宇终于收敛了些 贺成州也开始回房睡觉 可每当他靠我近一些 我都有些恶心反胃 恨不能把他一脚踹到床底 没想到有一天他回府 脸色黑得像碳 贺成州急步走向我 质问 温莲 你那日做的香灰在哪里 给我看看 我面不改色 扔了一些 还有的送给了 贺成州突然面露蕴色 你是不是送给顾月了 我今日上朝 在他身上 闻到了熟悉的香味 我漫不经心地摆弄着茶具 你管我送给谁了呢 贺成州却猛地攥住我的手腕 你明明知道 那个信顾的对你居心婆娑 你竟然还尚赶着给他送东西 你就这么耐不住寂寞 似我狠狠地甩开他的手 贺成州 你能不能别用你那颗小人之心 来恶意揣测我的 更何况 在你指责我之前 能不能先看看 自己的所作所为 难道楚洛宇对你 就没有巨星叵测了吗 你不是照样给了他回应 既然你可以 我为什么不行 贺成州气得战红了脸 我和小宇 只是很单纯的关系 我冷吃一声 单纯到可以挂他的鸳鸯荷包 还是和他素页在书房待着 你差点连这府里女主人的权利 都要交给他了 贺成州语气终于放得低了些 莲儿 别误会 我懒得理会他 贺成州猝不及防地伸手 把我直接拉到他的怀里抱住 好了 别生气了 今天是我试了分寸 但我也是见到顾月身上 有熟悉的味道 才没忍住有些吃味 你哄哄我就好了 我往外推他 却比不过他的力气 贺成州 你别耍无赖行吗 结果下一秒 他都稳落到我的唇边 堵住了我的话 我恼怒地挣扎 一口咬上他 直到唇齿间 慢开铁锈尾 贺成州捂着嘴 退开了些 你是小狗吗 怎么咬人 我还有些生气 那你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亲我 贺成州近似无赖地 把我揽进怀里 凑在我耳边说 我亲自己的娘子 难不成还犯法了 我闷闷地哼了声 贺成州的吻 细细密密地追上来 他有些动情地说 宝贝 好多天没亲热了 你亲亲我 我顿时有些休难 笑骂他 贺成州 你是流氓吗 这大白天的 干什么呢 他打横抱起我 就要往床上走去 结果这时 门外却出现了一个 不合时宜的声音 楚洛宇站在门边 有些尴尬地看着我 我是不是出现的不是时候 贺成州立刻把我放下来 然后离了领衣服 抬眼看向楚洛宇 换了更温柔的语气 小宇 你有什么事 现在说 楚洛宇犹豫了一下 搅着手帕 咬唇说 阿诚 你那日送给我的金香玉 被我不小心打碎了 我 贺成州说耳笑了 没事 你要是喜欢 改天我再送你一个 楚洛宇窃切切地看了我一眼 这不太好吧 熟料 贺成州却一把拉我入怀 放心 莲儿不会计较这些的 她话音刚落 除落于眼神突然变得犀利 她收回目光时 视线却不经意地落在了我的手腕上 下一步 我不出所料地听见她说 哇 妹妹手上的玉镯好漂亮 阿诚 我不要金香玉了 可以要一个和妹妹手上一样的玉镯吗 顿时 一事沉寂 我手腕上的这个玉镯 是澄清时 贺母给我的 她说 当年自己就是戴着这个镯子 怀上了贺成州 所以 希望我们也能早生贵子 听到楚洛宇这么说 我第一时间去看贺成州的反应 然而 她却避开了我的视线 只犹豫了一秒 便对我说 温联 你把这个送给小宇吧 我再送你个更好的 在她的三言两鱼里 我顿时觉得 自己的心结了病 贺成州 你忘了你娘把这个镯子给我拾 说了什么 她说 这个镯子 只能传给贺家的儿媳 竟然让我给她 五贺成州米纯 不过是一个镯子而已 别看得那么重 她见我不动 抬手就要来夺 我突然后退一步 然后迅速吞下玉镯 两手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一阵清脆的响声炸开 你满意了吗 我冷冷地盯着贺成州 如果这个镯子 真的像你娘说的那么明 那贺成州 我祝你段子绝孙 永无后代 贺成州白了脸 除落雨看好戏一般地站在一边 全然没有了先前那副 梨花带雨的样子 反而有些指高气昂 我耻笑一声 你可真贱啊 别人的东西 你什么都想要 是不是狗拉的时 都要凑上去闻闻 除落雨睁大了眼睛 有些慌乱地看着我 你怎么能这么说 那不然怎么说 你还指望 我对你温言细语 从除落雨旁边擦肩而过时 我勾唇凑近她 奉劝你别越雷池 否则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除落雨顿时静若寒蝉 就在我以为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除落雨一定会安分 她却杀了我一个回马枪 她竟然敢在我的羹汤里下药 我迷迷糊糊间 浑身都使不上力气 刚想要叫花翘过来 扶我去床上休息 窗户便被人掀开 紧跟着窜进来三四个壮汉 我隐隐约约地 听见了除落雨的声音 该怎么做 你们心里清楚 只要人不死 这一夜随便你们折腾 我的意识就快要模糊不清 听见这些 立刻咬着自己的舌头 保持清醒 花 花翘 我拼命地想要喊出声 结果开口却又哑又磕巴 没有叫来花翘 反而那些壮汉齐刷刷地涌向我 用手捂住我的嘴巴 还有些令人作呕的触感 落在我身上 那一刻 我死死地咬住舌头 恨不能就这样死了算了 免得受这样的屈辱 就在我陷入无限的绝望时 门被人轰然推开 顾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 他一看见有许多男人围着我 立刻红了眼 然后发怒发狂地扑过来 踢打他们 我哭得泪流满面 痛不欲生 花翘也亮腔地跑进来 他的发际衣物全都凌乱不堪 可以想见他遭遇了什么事情 我们主仆二人哭花了眼 顾月才终于叫来了人 我躺在床上 哭得眼睛都疼 顾月告诉我 我刚刚看了 贺程周今天不在家 估计他们就是摸准了这个机会 才下手的 我擦了擦眼泪 有些哽咽地对顾月说 还好你过来了 不然顾月摇了摇头 室友别说了 不管怎么样 我赶到了 以后一定要小心 我苦涩地点头 正是因为贺程周不在家 所以 除落雨才敢无法无天地 做出这种事情 我气得心肝都发颤 衍生出无边的恨 顾月 你帮帮我 我和她自小相识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低头 顾月的目光爱怜 她说 温怜 你曾经是那么骄傲漂亮的公主 不要为了这个笼子 而损耗了你五彩八男的女王 她还说 放心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呢 有了顾月这句话 我才终于安心 在疲惫和昏沉中睡去 六再醒来 是被一阵炸了锅的喧哗吵醒 花俏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 公主继续睡吧 不过院子里的野猫 有些老人 我揉了揉额头 好像还听见了很多人声 到底怎么了 花俏犹豫了一下 院子里刚刚来了十多只野猫 个个都凶神恶煞的 那个楚落鱼 恰好在假山边喂鱼 被吓得掉进石子里了 半天没捞上来 我一顿 心里隐隐知道是谁做的 于是问 顾月呢 花乔 顾大人已经走了 他跟我要了谢以前做的相会 让我跟您说一声谢谢 我舒了口气 如释重负地躺到床上 顾月劝我走 你说 这个地方还值不值得留下来 花俏立刻摇头 公主 这个地方让你不快乐 我也赞成顾大人的说法 我沉默了 就在我沉默以对的这段时间里 贺成舟回来了 然而 他却去了楚落鱼那里 还假模假样地叫人过来 给我传话 说什么 小雨着凉发烧了 他先去看看 我咬着下唇 钻紧毛背 血腥味瞬间充斥口衣 花俏说 公主 贺将军薄情寡义 不值得你为他难受伤心 你别伤害自己 我疏然回神 却听见窗外 嘻嘻嘻嘻嘻地下了雨 花俏 下雨了 贺成舟的手腕 花俏欲言又止 公主 我敏纯 贺成舟从前出征伤了手腕 后来耽误了治疗的时间 从此每逢阴雨天起 总是会手腕疼痛难忍 往常都是我给他腹药揉捏 想到这里 我趁着床坐起来 花俏 把腹药拿给我 我的身体 还没完全缓过劲 一路都虚脱的 必须扶着墙走 结果刚走到 储落雨的住处 我便摇摇地看见 贺成舟背对着我 把储落雨抱在怀里 而他一脸满足 我突然有些反偶 顺着墙坐下 这时 屋里传来模糊的谈话声 储落雨轻声细语 阿周 你是不是真的 对那个公主上心了 为什么他发了一通脾气 你就疏远我了 下一秒 贺成舟便说 毕竟我和他 做了这么久的夫妻 有些情分 不待他说完 储落雨便匆匆打断 可是你忘了曾经 发生的事情了吗 你不是说 一定会报仇 你怎么能沾于 这些儿女情长 贺成舟 我没有 储落雨于是 有些急切地逼问他 那你到底 对他是什么心思 贺成舟的嗓音 低沉粗粒 垫脚石而已 他说得那么冷漠 又轻描淡心 我的呼吸猛地制住 感觉大脑有些缺氧 根本转不过来似的 他们还在室内 暧昧流离 显然已经超越了 正常男女交往的尺 我回过神 匆忙地回头 我不想留在这个地方了 贺成舟不值得 我要回宫 我想回家 就这样想着 我的脚步越发急躁虚俗 下一秒 猝不及防地摔倒在路边 小福处传来一阵彻骨的疼痛 疼得我面色苍白 一口气喘不过来 晕了过去 最后一秒 我听见花鞘的声音 公主 公主你怎么了 七最近这些日子 我的身子一直很差 整日也没什么精神 总是想睡觉 浑身乏力 之前花鞘张罗着 帮我找太医看买 事情太多 也被耽误了下来 这一次 我睁眼就看到 五六个太医围在我身边 只是他们个个都带着慈祥的笑容 我不明所以 怎么了 其中一个老太医 自小就替我看病 立刻笑着说 恭喜公主 你有喜了 我一正 反应不过来地盯着他看 花鞘从一众太医的后面钻出来 嘴角也上扬着 公主 是真的 太医说 已经有段日子了 以后 我就负责好好照顾他 他们一个 接一个地恭喜我 我心里也有些欢喜 然而 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 却迟迟没看到那个人 心里不免失落 花鞘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公主 将军 还在楚若云那里 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 需要我 我摆了摆手 犯了个声 有气无力地说 你们都走吧 我累了想休息 屋子里的人终于稀疏褪去 我心里泛酸 手心碰到自己的肚子 又欢喜又难过 如果是从前 这个胎儿一定是备受欢迎的 来到这个世上 可是现在 我默默地消化着一切 身后的门突然被推开 紧跟着 响起贺成舟的声音 李儿 我刚当听花鞘说你怀孕了 他猛地扑过来抱住我 面上带着惊喜 我有些沮丧地抗拒他的怀抱 你怎么不继续留在楚落雨淡 贺成舟爱怜地摸着我的肚子 这里有我的儿子了 李儿你真是大功臣 我谁那儿也不去了 就守着你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极其矛盾的状态 明明知道自己该摆脱掉贺成舟 却还是因为过往那些令人动心地回忆而留恋 现在还多了一个孩子 我敏纯 决定和他好好谈谈 贺成舟 你还想和我继续过下去吗 贺成舟点头如小鸡着敏 当然 你是我的妻子 我当然要和你过一辈子 我勉强笑了下 不愿去想他刚刚和楚落雨说的那番话 只好装糊涂 那你要对我好点 别再冷卧我了 贺成舟拥着我 不会 你是我的心肝 没人比你重要 知道自己怀孕之后 我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 有了先前被楚落雨下药的事情 我在这方面越来越注意 生怕出差错 然而 事情还是朝着无法扭转的方向发展了 贺成舟日来陪着我 除了上朝和公务 几乎都在我身边陪着 我也心生欢喜 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 然而五个月时 突然有一天 我毫无征兆地落红了 双腿间血流不止 贺成舟睡在我身边 一睁眼边大海 黄吼着喊人 而我已经失去了意识 只知道抓着自己的肚子 仿佛这样就能抓住什么 可他还是离我而去了 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发愣了很久 像在做梦一样 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然而贺成舟抱着我说 没关系灵 我们以后还会有的 就这一句话 我所有的情绪都开始崩溃 嚎啕大哭地推开他 不可能了 你不懂 你根本就不懂 你不懂 我本来都要离开你了 是这个孩子的到来 让我留下 可现在 孩子也没了 你的身边 再也没有让我眷恋的理由 把我哭得心口发慌 又感觉无限的悔了 为什么当时我没有狠心离开 如果我走了 或许那个孩子 就能平安来到人间 想到这里 我突然清醒过来 花俏 这件事绝对是有人害我 你去看看 楚若宇最近都在干什么 花俏点头就要退下 却被贺成舟呵斥 站住 你们怎么能怀疑到小雨头上 她这段时间 一直在屋子里待着 说怕惊动你的胎气 连门都没出 我看着她 心凉了半截 贺成舟 你的孩子没了 我查查不行吗 你就这么护着她 贺成舟皱眉 一副心烦不已的模样 她说出口的话 更是石破天惊 孩子没了 还不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然怎么会小产 我没忍住 扑持一声笑了 笑得我前仰后合 贺成舟 我当初到底是为什么 瞎了眼要嫁给你 你的心是黑的吗 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贺成舟盯着我 头肩一出一声冷 哼 你若是能少猜忌小雨几分 或许我还能对你好些 原来 你对我的态度 还要取决于 我对旁人是什么样 难道我真的就是 那个小雨的替身 贺成舟顿时哑口无言 她几乎落荒而逃的转身要走 我却突然注意到了 她腰间的那个香囊 等等 我慌乱无章 赤脚从床上下来 一把攥住了那个香囊 然后急切地凑到鼻尖 我深吸一口气 泪水猛地喷涌而出 这是从哪来的 我瞪着眼睛 历声质问贺成舟 有些不管不顾地抓着她 贺成舟看我这副样子 突然乱了阵脚 怎么了 这是小雨送给我的 说是能助眠 你反应这么大 做什么 我猛地松开她 泄了全身的力气 躺在地上 然后气急攻心地笑了 贺成舟啊 贺成舟 你可知道 这香囊里有什么 我双手垂地 悲愤欲绝地开口 这是射箱 大剂量的射箱 你日日带着这使人 活血通筋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不小产 除落雨害死了我的摊儿 你竟然还要护着她 我气得又哭又笑 突然间 猴头涌来血腥味 我猛地吐出了一口血 见我这样 贺成舟荒吗 她急切地把我 从地上抱起来 连儿你别激动 现在把身子养好了 才是最重要的 我无波无澜 心死如灰地 把她往外推 抗拒她的靠近 感到恶心悲哀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然而贺成舟却不走 也不允许花鞘 去找楚洛宇算账 她甚至让楚洛宇 搬到了独立的小院里 然后找护卫 层层守住 我心寒无比 贺成舟却捧着 要汤红我喝 莲儿 喝下去你就能恢复了 等你好了 我们再要一个孩子 我嘲讽地笑她 却在不肯开口 在我做小月子的期间 贺成舟便寻京城所有的美食糕点 为我找来各种奇珍异宝 她对我好极了 比当初没有成亲时还要好 嘘寒问暖 夜间为我五辈子点熏香 照顾得无微不至 可是我却厌倦了 甚至我在枕头下 藏了一把短刀 只要她想碰我 我便持刀相向 恨不得把这个刀子 扎进她的身体 久她对我越好 我越是反胃了心 因为我心知肚明 她对我所有的好 都是为了让我不去伤害楚洛宇 她打的算盘 隔着人皮 我听得一清二楚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楚洛宇自己找上门来了 她趁着贺成舟去上朝 堵在我的门口 哟 这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公主吗 你以前不是很神气 现在怎么虚弱成这样 好像下一秒就要咽气了 我死死地盯着她 楚洛宇 你会付出代价的 楚洛宇抱着胳膊 居高临下的哼笑 别一想天开了 说狠话谁不会 你还是得跟我学 一声不吭就把你孩子弄没了 我煞是红了眼 猛地攥住她的头发 死命地扯 你不得好死 楚洛宇身后跟着的护卫 立刻上前把我们拉开 她笑得诡异 漫不经心地抚弄自己的头发 只怕在我下地狱之前 就已经是万人之上的富贵命了 我咬牙切齿地盯着她 楚洛宇见兮兮地说 恐怕你还被蒙在鼓里吧 你也一定不知道 阿周当初见到你 除了觉得 你长得像我 还有一层原因 什么 你知道什么 我狠狠地瞪着她 心里却慌乱不如 楚洛宇笑了 笑得猖獗 她说 你觉得 阿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还不是因为 当初她落魄时 是我家收留了她 那时她家破人亡 全是因为皇帝 听起旁人谗言 认定她的父亲 有谋反之意 满门抄斩后 只剩下她从狗洞里 浑身是血地爬出来 我陡然间傻了眼 楚洛宇继续说 你一定想不到 阿周知道 你是公主时 有多想杀了你 是我劝她忍住 和你澄清 然后徐徐徒之 她会报仇的 你懂吗 听到这里 我心间大喊 你说清楚点 贺成舟到底想做什么 然而楚洛宇却不领会我 她淡然地转身离开 说清楚就没意思了 这也算是我对你那个早死的胎儿 一点心意 楚洛宇 我声嘶力竭地喊着 她却该死地不再回头 我心里又急又躁 隐隐觉得 楚洛宇说的就是事实 几乎都不用跟贺成舟求证 只要细细回忆起来 就有迹可循 难怪她当初和我见面没多久就提出澄清 难怪她总是问我 关于朝里的事情 还要问我 皇兄和父皇之间的关系 难怪 我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我要回宫 我要把这些事情 全都告诉我的皇兄和父皇 可我刚要站起来 下面就泛起一阵难言的疼痛 偏偏花桥又不在 我扶着桌子费力地站起来 突然门外传来动静 一抬头 我便看见贺成舟如凶神恶煞一般 逆着光站在我面前 她恶狠狠地低头 小语说 你都知道了 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仰手便扇了她一个耳光 贺成舟被我打得偏过了头 她咬牙 目光如眼望 温联 你想通风报信 绝不可能 说着 她便猛地把我掀到床上 然后俯身上来 我感到作呕的一瞬 掏出了枕头下面的短刀 对着她的脖子 就要刺过去 可贺成舟力气太大 她横手劈下来 短刀硬生而落 使她的手扒掉我的衣服时 我几乎快要疯了 贺成舟 你还是人吗 我刚刚小铲 然而她不管不顾 像一头野兽一般暴力地贯穿我 撕裂感从下体传来 我痛得几乎要昏过去 我好恨 恨不能把贺成舟拆吞入腹 那日我不知道她坐了多久 但她一直喘着粗气在我耳边说 再给我生个孩子 再给我一个孩子 这是你欠我的 我咬着唇 一边装晕 一边忍受着她的撞击 天黑下来后 她终于抽身离去 却不忘记把我的手脚都拴在床上 带她走后 我终于像死了一遭的鱼似的 翻过身去捡那把短刀 然后用了毕生的耐心磨断了手腕上的麻绳 我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间 正好碰见花鞘回来 她慌乱地过来扶我 公主 我刚刚发现 贺将军竟然和外扣有勾结 他还在私底下召集兵力 似乎有什么大动物 我虚弱无力地撑着他站住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你快把我送到我二皇兄那里 我有要紧事和他说 花鞘立刻会议 他自小跟在我身边 学了不少武功来保护我 轻而易举地翻过了高墙 我匆匆赶到二皇兄府上时 他正在起草一封信 看见我时 难免差点 小妹 你怎么来了 我抓住二皇兄的手 急切地说 哥 贺成舟想造反 他勾结外扣 还私自集结兵力 你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父皇 让他把贺成舟捉拿归案 熟料 二皇兄立刻把他笔下的那封信 展开给我看 我也知道了 正准备上报 不过 贺成舟被抓 你不难过吗 闻言 我苦涩地摇头 他不值得 二皇兄立刻明了 当初我就觉得 他这个人不靠谱 没见你几面就甜言蜜语 但挡不住你 就是喜欢他 现在吃亏了 怎么也不知道来找哥哥 我顿时感到委屈 红了眼 哥 你抓住贺成舟 还要把他府上的 那个女人楚洛宇 给狠狠教训 他害死了你未出事的侄子 最后 贺成舟他们的计划 被打来的措手不及 本来是浩浩荡荡荡的 趁着夜色进攻皇城 却没料到 根本就是瓮中捉鳖 造反的军队 全数被抓住 贺成舟终于像一只 斗败的攻击 低下了自以为似的头颅 我一身红衣 迎着火光 站到他面前 贺成舟 要怪就怪你的小雨 偏偏不知死活的 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怪你自己不自量力 怪你欲望太重 自投罗网 贺成舟被士兵压着 跪在我面前 他叫我连 企图唤醒 我们之间最后一点感情 我却不懈地扫过他 花鞘从后面搬上来 一罗筐的书信 我只给贺成舟看 你还记得吗 这里有五十六封家书 全都是你当初 在战场上寄给我的 当初你许我一生一世 如今却毁得面目全非 我几乎麻木地说 贺成舟 我也曾情真意切地爱过你 可你不放在言论 现在我也不在乎了 你去死吧 你真的该死 我一把火光 点燃了那些家书 火光里 我终于看见贺成舟满脸泪光 他甚至还在喊着 莲儿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爱你 好令人恶心 后来 有人把楚洛宇拎出来 他就像是个乞丐一般 衣物肮脏 面容难堪 你们不是想在一起吗 我成全你们 我还要你们给我的孩子偿命 话音刚落 两颗头颅便怦然坠毙 我诅咒你们 到了十八层地狱 也受尽恐行 不得安生 而我 注定涅槃重生 做回我风光无良的公主 雨 door 蜈蜓 水 经厐 故随